我彼此的安心 此的安心 基督之家第三家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再次在网上跟各位来问安 其实更正确的说应该是在基督里面向各位来问安 在家避疫也超过半年了 再过两天或者不到72小时 可能我们的总统选举就结束了 虽然很多人不觉得这个事情就这么快就落定 那就算是总统确定选出 就解决了现在所有的问题吗 现在基加避疫疫苗希望能够快出来 疫苗出来就能够解决问题吗 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人敢这么有把握的 这些都是解决片面的问题 还有更长远的问题需要来解决 所以我们也需要来思考 神允许了 神允许了疫情发生 属灵事工事奉各样的传承到底如何呢 我抱不得我们能够多一点点的所谓的超前部署 防疫需要超前部署 教会侍奉其实也是需要的 不能像今天的美国有点奇怪 两位总统候选人不管是谁当选都是七十几岁的人 两个人加起来一百五十岁是美国人平均年纪的四倍 这是蛮奇怪的事 教会也是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来思考前面到底如何呢 今天就想从一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 属灵祝福是需要传承的 传承向来是有风险 也是有要代价的 也是要预备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提摩戴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 跟各位来分享 好不好 我们先将这段新闻来读 来思想 如果你愿意 你也可以一起在心里默念 或者是可以自己在家里开身来读 提摩戴后书第一章第二节 第三节 我感谢神就是我接去祖先 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 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 纪念你的眼泪 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 好叫我满心快乐 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 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挑望起来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忍耐尽所心 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 是保罗年纪 有年纪的保罗在劝勉提摩太 这个年轻的传道人 里面讲到了 接续祖先的侍奉 所以讲到属灵的传承 至少有几个要项 第一个 接续列祖的祝福 接续祖先 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祝福 这是第三节一开头讲的 那这个过程怎么接续呢 保罗也好 提摩太也好 甚至包括他的祖母也好 其他人他有流泪祈祷的信心 虽然有些困难 但是有流泪祷告的信心 这是第四到第五节所讲的 第六到第七节 之后呢 再鼓励年轻的天国太 说你要将恩赐 挑望起来好好的侍奉神 因为神所赐给你的 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忍耐 谨守的心 我想这段经文蛮贴切 我们在面临一个世代交替 疫情来加速这个世代交替的速度 有时候有些教会可能挫折不及 但是还是要交拖出去了 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 也给我们一些勉励 也给我们一些安慰 我们先来祷告 主我们读你的话语 我们想到你的历代以来 怎么样让你的属灵的祝福 可以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 主在今天这样疫情的时代 主肯定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这样大时代的开始 主你帮助我们的思想 也能明白你的心意 如何能够这样让年轻的时代 能够激励他们起来 能够承担这个时代 以及下个世代 你祝给他们托付 所给他们的挑战 你帮助我们 愿我们从保罗身上 学习点功课 愿我们也从圣经里头 像摩西 像大卫 主这些属灵上的一些 一些长辈 能够祝福到属灵的后辈 你也帮助我们 无论我们年纪如何 主我们都有机会 可以来仗事奉你 愿我们心中所愿的 你为我们来成就 愿我们心中不明白的 你向我们来言明 好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我们恭敬将你 下的时间仰望 主你自己的祝福 叫我们无论是讲 可听的在你面前 都可以同门造就 我们将献上感恩祷告 奉祝耶稣基督的顺名 阿们 我们就来思考 保罗怎么样用心良苦 在劝勉提摩泰 所以首先 他提醒提摩泰说 这样的一个祝福 这样的侍奉 是接去祖先的 直接去上一代 不仅是保罗 还有保罗之前 有好几代的 我相信基督之家也是这样 三家在这个地方 也是个蛮有战略要点 就在公路交会的地方 这么多年来 神也使用 无论是晴天 无论是下雨 刮风的 神的祝福 就是这样明显的 所以 我相信 很多 初初建立教会 很多长老级的人物 很多长老 今天还在教会里面 侍奉 也有不在我们当中的 现在还有新世代 要起来了 三十年前的教会 三十几年前的教会 跟现在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都是接续祖先的侍奉 这第一段 保罗这样提醒我们 也提醒提摩泰 所以我感谢神 就是我接续祖先 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神 祈祷的时候 不住的想念你 他不住的想念 保罗为他自己 能够接续祖先的侍奉 他感恩 也为年轻的提摩泰 能够被激励起来 能够侍奉神 他也感恩 但他讲简单的 第三节这句话 包含了保罗的热心 跟保罗的悔改 他说他用清洁的良心 清洁的良心 保罗侍奉神 当然是清洁的良心 但问题是 保罗在大马色上被大光光照 被基督 让他悔改认识基督之前 他良心清洁吗 他良心肯定是清洁的 但是 他当时 以为是侍奉神 却不是侍奉神 所以以色列到后来 他的公会 在十路行传 第二十三章那边 在公会面前 对着那些弟兄姐妹来说 他定睛看着公会的人 他说 弟兄们 我在神的面前 行事为人 都是凭着良心 直到今日 他所讲的 不仅是他被大光光照之后 用清洁的良心 之前他也是清洁良心的 他仍然是接续祖先的 所以他以为他是接续祖先 可是哪里晓得 他在悔改之前 他却是残害教会 圣经是这样说他的 进入个人的家 拉着男女 下到间里 他以为他是侍奉 他认为他是在接续祖先 是 他清洁良心 原来他对神不够认识 所以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我们是清洁良心的 神也见察 但如果不小心 我们以为是接续祖先 或者接续上一辈的人 在侍奉 确实 确实对教会 可能有些妨害 所以这是题外话 但保罗在这里 重要讲说 我感谢神 不管我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好 认识主也好 不是彻底认识主之前也好 我都是用清洁良心在侍奉 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一样 比如说有些他的做法讲法 我们不一定同意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 他也是用的清洁良心在侍奉 我也不敢轻看他 我们只能说 我们可以来讨论这个事 但是我想我们都是用清洁良心的 所以 保罗这样提醒提摩泰 你也是一样 是用清洁良心在侍奉 所以我们来思考 众人都是用清洁良心侍奉 我们怎么可以让这样的清洁良心 门户的侍奉 可以一代跟一代传下去呢 保罗在这里说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就不住的想念你 不住的想念你 很宝贵的自己 当然你说保罗跟提摩泰 关系很亲近吧 是他属灵的儿子 是他属灵的父亲 所以关系当然非常好 我想这是宝贵的 神巴不得说 我们在想起我们的瞳孔的时候 我们就不住的想念他 我们在这里 可能有上一辈的基督徒 甚至你自己家里 你可能有 父永先是基督徒 甚至左父就是基督徒 甚至你第五代 第六代的信徒都有的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长老 可能是第六代基督徒都有了 所以这些你在侍奉过程当中 想到代代相传 我们心中有没有想说 有谁可以来传承这样的事工呢 有一天我们总是要将自己的职务交出去了 不论我们侍奉了再有国效再长久 所以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心目当中有些属灵的后辈 我们可以帮忙他鼓励他起来侍奉 就我们自己个人的角度是这样说 对整个教会来说也是 因为这是一个接续祖先门府的侍奉 所以伯罗一开始说 我感谢神 因为有人可以代代相传 我相信三交也是 我知道三交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在 基督工人所学读书受装备 已经这么多年了 而且看见神在教会当中使用他们 甚至神在教会外面宣教的工厂上也使用他们 这些想起来我们就感谢神 所以除了这个以外 再接下来就说 那怎么样来继续来帮助这些人可以好好侍奉呢 保罗 他是一个流泪又祈祷的信心 这在第四节第五节 第四节说 当不断纪念到天摩太太的时候 纪念你的眼泪 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 好叫我满心快乐 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 是现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有能积的心里 我也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这里讲传承 他这里讲代价 他说每次想起来说就流泪 为什么流泪 欢喜的眼泪 或者是觉得他受苦吃苦 或者是担心的眼泪 或者有时候可能一些痛苦的眼泪 可能都有 但是不管怎么样 要付出代价的 传承接续 从来是要付出代价 我想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很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 传承生命不可能没有代价 所以这里讲到说 纪念你的眼泪 有人说这是提摩太太的人格特质 因为他好像比较软弱 他容易哭等等 其实不是重点 即使刚强如保罗 保罗流眼泪嘛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描写的 大家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 是个保罗非常头疼 非常伤心痛苦的一个教会 所以他曾经在哥林多前书上写信 跟着哥林多人说 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我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兴 这也是保罗吗 保罗这么刚强壮 那你这么样口吐为何凶杀的话的人 怎么也是变成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兴呢 这就是如此 即使刚强如保罗 他也害怕的 即使刚强如保罗 他也流泪了 我常常跟学生讲说 我们讲到这么多年呢 每次上台讲到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紧张 这叫Healthy Anxiety 有一天如果我们的学生上台讲到 说什么都不怕的时候 我们这些老是怕舌 因为你传讲神的话 不存在敬畏的心 不存在战兴的心来传讲 那我们真怕舌 他越不怕我们越害怕 所以保罗就是这样 跟天保带的人格特质没有关系 不是重点 保罗说要付代价 事奉生命要付代价 保罗自己也流泪 问希奇 如果你看一下圣经里面 问希奇保罗流泪很多次 我们一起看 大家在哥林多教会就流泪 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 我先前心里难过 多多的流泪 这是保罗的话语 学信给你们 不是叫你们忧愁 乃是叫你们知道 我格外的疼爱你们 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 第四集的时候说了 说在哥林多流泪 你说这个我知道 任何人去哥林多教会 墓会哪有不流泪的道理 有人说去这个教会 墓会哪有不流泪的道理 这个我多少可以理解 但是他在以夫所教会也流泪 他在十六行章二十章 讲到以夫所跟他长老见面的时候 二十章第三十一节他说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 纪念我三年之久 纪念我三年之久 他在以夫所示 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 劝劝你们个人 以夫所是个很好的教会 是个保罗 这么说 我也想他应该是很很欣喜的一个教会 但在这么这么好的教会 一个图文之间 这么兴旺 福音有广传的教会 保罗也流泪 他说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 劝劝你们个人 还有个教会 就更令我们惊讶 菲利比教会 在菲利比书第三章十八节 保罗说 因为许多人行事 是基督实价的仇敌 我屡次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 那这个更令我们惊奇 菲利比教会是 保罗想起来说 你们是我的荣耀 是我的冠冕 是我的喜乐 喜乐的次数 在菲利比书从头到尾 没有断绝过 这么一个让他心中欢喜快乐的教会 他说 又流泪的告诉你们 所以这个三个教会 包括问题多多的 格林多 包括很优秀的乙福所 包括他喜乐 欢喜快乐的教会 这就是保罗 属灵传承 侍奉 生命的养成 其有不负代价的道理 我们当中都知道 有哪个父母没有流过泪 不可能 其实没有养小孩子的大人都会有泪 更好光养小孩子把孩子拉拔养大了 什么时候没有流过泪 或者我们可以说 夸张的讲 没有流过泪的父母 他的孩子根本不会长大 这就是代价 同样的属灵上世代交替 岂无代价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在湾区侍奉神学院的经验 也是过去将近的四十年当中 侍奉仲教会 几个教会当中的经验 养属灵的孩子 当然需要代价 这样流泪的代价 也不是只有牧师在需要 长老不需要流泪吗 时事不需要流泪了吗 弟兄姐妹不需要流泪吗 有心可慕追求生命的人总是需要流泪 这是生命的内涵生命的本质 所以保罗说每次想到你 我就是不住的纪念你 昼夜切切的想要见到你 我想我们今天在疫情我们更容易了解 我们都包不得有一天可以跟众人一起 在真的实体教会里面聚会 无论如何 这些是需要功夫的 无助流泪 首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伊 然后尤尼基身上 现在我也同意来劝你 所以基属灵的传承 是需要一些功夫的 属灵的建造是需要功夫的 很多时候可能是年久月生 是精能累月的功夫 这里是三代的根基 从祖母罗伊到尤尼基一直到 腾摩泰 甚至这两个是自己家里人 连外面的保罗都拴在里面 所以这是需要代价的 向来是如此 不但实际上 这其中三代的属灵的 传承的祝福 有个关键 那就是 有榜样 要典范 首先是外祖母的典范 然后尤尼基的典范 所以这些是重要的 是内在的功夫 这信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伊 和你母亲尤尼基的心里的 然后之后也在 提摩泰你的心中 我想我们如果说信心 可以这样代代相传 那是正是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 这是家庭的属灵资产 所以以至于 尤尼基虽然是嫁给了外邦人 提摩泰的父亲是希腊人 史无形战有这样的记载 但是这样的信仰属灵资产 仍然可以传到提摩泰 所以圣经说那是无畏之信 没有虚假信心 这不是说 遗传可以遗传的来 不是 真正属灵上的祝福 信仰上信心是不能遗传的 但是可以传承 或者说信心从来不是遗传的 一定要传承 一定要接续 我不少朋友当中传道人的 他们是四代基督徒 五代基督徒 我非常羡慕 因为我是第一代基督徒 我的父亲各位知道 我带领我父亲信主 我跟他开玩笑说 你是第二代基督 因为我领他信主 所以我是第一代 他是第二代 信心本来就不是遗传的 但是可以传承 不管传给谁 甚至越过 这样的世代 传给我自己的父亲 那是神的工作 所以保罗在这里 说如果没有家庭 让传承 那是神的祝福 属灵的祝福 属灵的传承 从来不是遗传的 但是 可以接续 可以传承 问题是 就是关键在于信心的来源 恩赐的来源 当然是属于上帝的 不过因为 我们看不到上帝 经常是透过我们周围的人 将这信心 来向我们来启门 向我们来启示 所以在这里有家庭的 有罗姨 他的外祖母 他的母亲 在外面有属灵的老师 有保罗 这些人就 不管是家里的人 还是家庭外面的人 或者大家庭 属灵家庭的人 都是一样 都是这次有许多的见证人 好像云彩围绕在我们 所以我们就可以放下重担 脱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跑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仰望 真正信实 那信心为我们 创始成中的耶稣 所以因为信心的来源 是属于上帝 所以当然 就可以传承 以至于看起来好像是遗传 但其实不是遗传 无谓之信是宝贵的 所以即使他父亲 不知道信主 不信主不知道 但是外邦人可能也信主了 但不打紧 提问他有无谓之信 这个没有虚假的信心 在今天的世代 是有挑战的 因为今天在一个 一个后真相时代 在一个post truth era 或者是post modern era 不容易的 我们今天所接受到的媒体 消息 社交媒体 网络新闻等等 有太多的fake news 有太多的假新闻 他们这次选举以后 我们可以乱定当中痛定失痛 所以以至于很多人的悔改 免得我们自己也在传播假新闻的共犯之一 所以当这些无谓之信在我们心中有功效 我们可不可以让年轻的世代 也能看见老一辈有无谓之信 老一辈也可以不可以看见年轻的世代 他们一样有无谓之信 他们的说法讲法价值观点 跟我们可能有点出入不完全相同 但他们一样有无谓之信 我很担心在这样一个混乱后真理的时代 现在的这么尖锐的对立跟撕裂的时代 我真的很担心 我们的信仰 越来越不容易吸引到年轻人 为什么? 问题很多 但事实就是 那些什么都不相信的族群 在过去一百年当中增加了非常迅速 在过去三四十年当中增加了迅速 在过去十年当中增加的尤其迅速 我相信家庭因素可能是个关键 因为我们的家庭受到极大的挑战 在这里保罗提到他们有 有没有他有这样的家庭 所以求神联名我们 在这样有困难有挑战的时代当中 让我们家庭多点思考 能够在家里面就可以传承 在属灵的家里面也可以传承 生命才会生出生命 那生命才可以触摸到生命 生命才可以生出来生命 这是属灵的传宗接代 典范是极为重要的 信心无谓的信心是极为重要的 若是如此那接下来要鼓励我们年轻的时代 第六节第七节就这样说 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调望起来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 所以这是一个要传承必须能够 就是说瞧望明星世代那种侍奉的热忱 跟侍奉的心智 跟侍奉的胆量 所以这里说神已经赐给我们了 赐给上一辈的人这样子 赐给下一辈也是一样 都是不是胆怯的心 是刚强是忍耐 是谨守的心 这样的场次神已经应许了 今天仍然真实了 所以我们就要用信心去领受来运用 这已经给我们了 所以第六节说为此我提醒你 因为这个信心已经在你的信中了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弟兄姐妹领受的 都是能恩得救的信徒 所以为此为这个缘故 我们就可以提醒 彼此来提醒 所以神已经将那信心赏信给我们了 这里提到有几个本色 有三样的特色这个信心 第一个不是胆怯的 而是刚强的仁爱 减守的心 所以是刚强仁爱 减守这三样信心的特质 有一个很美妙 而且很智慧的平衡 首先讲到刚强 当我们讲到刚强 讲的就是确具 自信 有能力 或者有权柄 荣耀的 等等就是属于刚强的 神所威严圣洁荣耀的那样的属性 仁爱刚好相反 所以是我们的恩赐 包含在这里头的仁爱的心 跟刚强 刚好是相对的 仁爱是讲温柔的 慈爱的 体贴的 让步的 体谅的 或者是谦卑的 那就是仁爱的心 那这两个加在一起 第三个就是 就是谦守的心 什么叫谦守呢 谦守是将刚强 跟仁爱 能够互相配合 不是太刚强 也不是太温柔过头的 太体贴太过头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平衡 就是用谦守 谦守自己 让自己没有过多这个方面 也没有过多那一方面 所以谦守是不断的调整 维持保持微妙的平衡 归缺究底 其实就是讲说 当我们在领受的 也在实行 活出来神的公义 跟神的慈爱当中 我们经常不容易保持好的平衡 所以我们谦守 谦守就是谦卑的意思 知道自己做的不一定很完全 但神已经将这些都赏赐给我们了 我们不是每一次都做的事情师妹 但是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的心智 所以我们不一定做的完全 就是我们谦守的心 总是有时候还是做的不完全 但是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不需要惊慌 因为不是胆怯的心 而是很平安的心 而是很自在的心 没有把自己看的太高 也没有把自己看的太低 就像耶稣也安慰我们的 他所留下给我们的平安 他所试的 不像世界的人所给我们的 我们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就是在一个疫情当中 我们有时候会害怕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胆怯 因为神仍能掌权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就应该像保罗一样 这样鼓励 借着按手把恩赐给他 鼓励他 提醒他 告诉他 神已经将刚强忍耐 谨守的心 这样的恩 在恩赐当中赏赐给他了 所以我们就帮助 鼓励年轻的世代 能够兼顾信心 能够有积极 以及挑望起恩赐的这样的心智 所以体量跟圈免 是很重要的事 特别对年轻的世代 对Mennon 这千几年世代 现在三十五岁左右的这些年轻人 我相信 对现今的任何一个教会 哪怕是讲英语的教会 或者是讲普通话 任何语言的教会 这一群的世代的比例 通常都不是太高的 现在还没有问题 再过一段时间 那问题就出现了 如果没有再继续的鼓励 这些年轻的世代起来 他们一直不断的流失 那么断层很快就要发生了 最近有些报道 大概没几天前吧 有几份报告说 Millennials 就是现在三十来岁的这些人 三十九岁以下这群人 百分之四十七 不再用网络去聚会 这一点倒是我们的医药之外 我们先不要假设年轻人喜欢在网络上 而是他们喜欢在网络上 但不要假设说年轻人 喜欢网络教会 不一定的 他们也是希望有实体教会 所以百分之四七人 他们已经不作性上网络教会 那我们就要警醒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网络教会 不能够吸引到他们 但自己不作性弄自己的网络教会 可能有很多理由 我今天要分享这一段 大概不到一个月前 有一篇文章 是在Atlantic这个杂志上发表的 他的题目是有意思 他的题目就是 America is having a moral convulsion 就是 美国现在正在有一个 道德上的抽筋 道德上的打摆子一样的 他抽筋了 他说 讲到现在世代的道德的困难 现在群世纪在改变 改变最快的就是 道德跟文化 这两个息息相关的 他描写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那对世代来说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 他文章讲了很多时 但我现在讲 他其中讲了一部分 他提到说 年轻的世代 为什么对道德现在 会产生许多的混淆 产生这些的挑战呢 因为跟他们成长环境不一样 我们是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出生的 长大的这一群人 叫做baby boomers 婴儿潮世代 二次大战之后 结束 才生出来这个世代 那个时候的时代 家庭非常的稳定 我们可能比较没有钱 我想跟我们差不多同年纪的 甚至比我年长 十岁二十岁人 也差不多这样 那时候可能生活很辛苦 但是家庭很稳定的 爸妈闹遇见 离婚的情况很少见 因为大家忙着 要努力赚钱养家 都来不及了 哪有那么多时间做这样的事情 当时文化相对来说很单一 我们现在说那时候是威权时代 有人说一句话 其他人都听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那时候文化很单一 生活相对来说很单纯 所以我们在那种环境长大 我们有极大的自由 爱做什么就是什么 我就记得小时候 我相信你跟我年纪差不多也是一样 你每天满山便宜跑 大街小巷跑 你不用担心被绑票 因为没有人要绑你 绑你也没有钱可以付出金 那时候也很少出现什么社会 什么这种重大案件 家庭稳定 社会稳定 我们是在那个环境长大的 所以我们以为稳定本来是天生就是 从小环境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培养出来我们很自由 所以baby boomers 反而是说权威建制高举个人自由 因为我们自由习惯 从小无拘无束的强调个人主义 因为我们的父母给我们很大的空间 那个时代给我们很大的空间的增长 我们以至于把很多的钱也赚了 就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但今天的青少年 今天的青年时代可能是不一样的 他们没有这种红利 他们今天的社会 他们那个sense of security 是很薄弱的 他们所长长的环境制度被破坏了 不管是deep structure 或者deep government 不管他怎么讲他的 很多制度已经毁坏了 经济系统也崩溃了 家庭也变得非常脆弱了 所以这他们叫做institution failed 这制度毁坏了 financial systems collapse now families are fragile 家庭变得非常脆弱 我讲我不用多讲 我讲你完全同意的 所以这个世代所成长的年轻人 跟我们的这一辈 跟我们的父辈比起来 他们将来的生活品质 水准财富比不上我们这一代的 何况现在流行性是这样子 这影响影响到我的孙悲的那个世代的人 极端气候的变化 充满恶意的social media 网络霸凌 这些对他们说 你叫他怎么样有一个很自在的安全感呢 就是不会有 他们觉得是保守威胁 觉得说你们把钱赚光了 你们留下一些环保的问题 极端气候问题 他们要来承担的 所以我越来越思想 我越来越能够体谅年轻的时代 虽然有时候他们讲话我也 不一定能够完全同意 但是我可以理解 将来影响到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 不是赌店 而是威胁 没有安全感 他觉得 他的前途茫茫 但是 我们还可以说 至少在我们教会当中 基督里面 我们可以鼓励我们的年轻人 不 你看到外面环境虽然要挑战 比起初代教会是历代以来 挑战从来没有断绝 不过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心 那是刚强仁爱 坚守的心 所以我们也注意神圣灵对教会的带领 时代剧热的变动 我们可能必须重新认识教会 甚至必须重新认识年轻的时代 千禧年的时代 三十来岁到五十岁左右的兴起 在教会当中还这么少 我们九十年 鼓励这些人 因为江达的复兴 年轻时代不可能没有份 也帮助这年轻时代 起来侍奉 甚至我们可以大胆 启用年轻领袖来支持 放手让他们做 他们会有不一样 就帮助他们 也了解年轻的时代 我再举个简单例子来说 Barnard Report最近做一个报告 小于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 那比千禧年的时代 还稍微再年轻一点点 他们发觉他们观念有三大改变 这是我们年轻时代 你再过几年你会看到的改变 他们说你要做宣教 他是用宣教角度来做调查 好的宣教式的定义呢 传统的就是说你要去传福音 你要去做男性 当然建立教会 这是很自然的 这些他们也没有反对 他们也同意 只是做法不一样 但是他们说看重传福音 看重做门徒训练 这个在三十来岁 或者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们也同意 但他们增加一项 是我们老一辈子没有 他说要save lives 要拯救生命 这跟社会关怀 跟服侍人群 或者是帮助他们扶贫等等 这些有莫大的关系 刚才讲传福音 百分之四十四的年轻人 都说同意 做要做门训 百分之四十的这些受访的 年轻的基督徒也同意 但是你要关注他们生命 关注他们生活 起居 肉身上的需要 这些呢 占了百分之四十七 那这是在传统 像我们这个年代的宣教 是不会有这么高的比例的 这也没什么错 但你必须知道 我们的年轻人 有他不同的看法 他对宣教的定义 他有点在修正 你说那也很好 你算你关心他的饮用 日用饮食多一点 也没有问题 这也是主耶稣 喜欢做的事 只要不要丢掉 传福音就行了 所以你允许他这样做 你也鼓励他这样做 甚至你支持他这样做 现在年轻人 现在的宣教士 年轻人不喜欢募款 因为我们 我也不喜欢募款 那现在年轻人更不喜欢募款 因为他自己就带着宣教士 他自己去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 我们鼓励年轻时代 多理解他 就大胆挤用年轻人领袖 宣教机构工厂如此 教会没有两样 因为这是一个更迫切 需要平安福音的世代 我们第一代的 因为基督徒慢慢就变成 有年纪的保罗了 我们可以多多鼓励 那提摩太帮助他们 就像这里圣经所说的 使你将神借着我 按手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调望起来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 所以最后 我想彼此上来共同勉励 我们感恩 因为教会当中 人数多 人数少 总是神应许 也兴起很多年轻时代 起来 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侍奉 接续我们祖先的祝福 我们为此 我感谢神 第二个 我们就继续流泪 所以祈祷了信心 我们是需要流泪 是需要付代价的 要支持一个世代 是要很多代价的 我们就是流着泪 但我们凭着信心 就大胆启用他们 让他们出来释放 继续不断地鼓励年轻时代 让他的恩赐可以被使用 我们也深信 神给他时 刚强 仁爱 精神的心 以至于 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 想起你 就不住地想念你 不住地感恩 但是昼夜 切切地想要见到你 我相信 我们在教会当中 就可以这样 传承属灵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我们向你现在感恩 教会能够到如今千百年来 那是因为你恩典的祝福 也是你的信实 也是历代许许多多信徒 愿意经历你的信心 愿意经历你自己的信实 也可以鼓励也激励 一代又一代不断起来侍奉你 所以以至于今天 主 你的教会 可以仍然刚强 能够兴旺到如今 主 我们谢谢你 相信三家也是如此 主 每个教会 现在都面临到 下个世代传承的问题 后疫情时代 肯定是个大时代的开始 主 在这样过程里面 我们恳求你 将更多的年轻人赏识在我们当中 也让我们这个地带 有年纪的保罗 也可以兴起 也可以激励 更年轻的天摩太们 主 愿我们老中青三代 在教会当中 都会不断的佩搭而侍奉 主 好叫你的福音 在这个世代更加的显明 我们深信 疫情之后 主 那就是你复兴了要来到 在复兴过程当中 年轻人不可能缺席 所以恳求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脚步 我们深信 你的恩典 你的信实都给我们所使用 所以我们就这样仰望 仰望你的人都不羞愧 谢谢你随听我们在你面前各样的心智 也谢谢你随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 让现在感恩祈求不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确定 闭讲